黄色小鸭游进到了基隆 刚刚新闻当中有说到 其实第一天因为很冷 低温加大雨 所以预期的车潮跟游客都没有出现 过去好的交通封闭措施 却让民众必须在雨中步行十几分钟 才能够看到小鸭 也因此抱怨连连 人潮冷清 也让附近的商家生意惨淡 庙口夜市四百多摊的商家 叫苦连天 黄色小鸭基隆港亮相 开幕第一天却碰上风 雨来搅局 天气冷嗖嗖 人潮暴解 小鸭只能害游客 大眼邓小眼 小鸭专车没人搭 一口气停了好几台 因为离开市区的 比近市区的人还多 专车停靠站 离赏鸭专区还得走十五分钟 雨中不行 民众不买账 现在是每天都这样吗 没有 今天 从五点半 他们就一直都很生气 这里又很冷 早上又很冷 又下雨啊 对不对 你又浪费时间 游客抱怨连年 更多人天气冷不想出门 附近四百多摊商家 生意不上门 跟着叫苦连天 今天又是开幕 对 然后七点管制 那现在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啊 不要再下雨了 天空不作美 说好的人潮车潮 这下全部见了 摊商只能干朝急 坏天气 交袭 民众热情 小鸭人气 何时辉龙 基隆商家 迎景期盼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